小小攤位就在早餐店前 不少民眾都特地騎摩托車來挑菜 小攤販有什麼吸引力 不少婆媽都引到這 原來顧攤的不是老闆 只是一名外送員 30號一早他募集一場車禍 機車收旅車停在路中央 騎士跌坐在地上 但人都受傷了 似乎不想去醫院治療 原來他身旁這一大袋東西 就是正準備要去市場擺攤的菜 這一狀菜賣不成了 就在台東市長沙街路口 因為當時才5點20分 號制燈號沒切換到紅綠燈 僅有閃黃燈跟紅燈 只是從巷子裡出來的張姓騎士 沒注意到要禮讓閃黃燈的主幹道 不小心發生車禍 第一時間阿嬤不顧自己的傷 鎖骨都斷了 腳也有嚴重的擦錯傷 一心只想著菜沒賣掉 生活該怎麼辦 早餐店老闆跟外送員 看到後立刻上前幫忙 乾脆把他的菜擺在店門口賣 問好價格寫上牌架 這才讓阿嬤安心去醫院治療 幸好不少愛心民眾看到後 呼朋引伴一起幫忙認購 菜也在一早就順利賣完 TVBS新聞劉警員 謝倫台東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